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副军长 1932年10月 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 1933年7月后任红31军参谋长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 参谋长 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参谋长 军政委员会委员 率部转战和西走廊 失败后率部打游击 后到新疆 李特在红四方面军中 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和参谋工作 为提高红四方面军干部战 市的素质和建设参谋部等方面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曾在苏联留学六年 在红军中其军事理论水平与刘伯成其名 1937年11月 李先念党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 李特被王明屋指为脱派分子 于1938年初 在新疆敌化惨遭杀害 去袁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九十一师师长 远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申级中将说 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时对我们说 我离开新疆的时候 李特和黄超还到机场送行李 以后久不见了 一打听 听说被杀害了 把他们说成是脱派 那只是借口 不管怎么说 李特和黄超不是脱派 不是反革命 李特这个同志品质很好 理论水平比较高 平易近人 有学问 李特被错杀九年以后 一九四七年 在牛邓大军千里越近 途经安徽省或秋现时 曾经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蹲在路边 手里拿着一条摆布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徐克勋文儿 归来 一般的干部战士是不会知道徐克勋是何许人了 这位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被历史淹没很久了 直到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 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文件 为李特平凡 说 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种 为恶欲晚 穿上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 做出过贡献 参加长征 西路军 英勇作战 历经磨难 经受了严峻考验 李特在韩渊死后的五十八个年头时 获得了劣势的追认 红三十军军长李先面对李特很了解 他曾说 李特 黄超是反革命吗 不是 当时和彭老总吵架只是在气头上 长征途中张国道 率红四方面军与中央会合后发生分歧 中央绿一 三军团单独北上时 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率人去追赶 气急之下的李特认为 中央是逃跑 与彭德怀等发生争执 西路军 总指挥徐向前说 李特资格很老 在苏联留学 李特人很好 和人相处不错 他心很细 好的问题比较周到 作战命令 训练指示 大都由他起草 这个人很能吃苦耐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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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